哈囉 大家好 歡迎收看我們這家 TV 秀 嗯... 大家都更新了嗎? 就是我超期待的 iPadOS 還記得我7月份時衝動購入它 其實有一部分原因是因為它贈送的 feature 藍牙耳機 還有它超大的螢幕 但其實更重要的是 6月份的時候蘋果發表了 iPadOS 系統 3月份的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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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份的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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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份的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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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更新 大家可能都只注意到更開放的系統 但對於我們這種 買前生產力 買後愛奇藝的女生來說 其實娛樂更新 才是我更在乎的 大家應該跟我一樣吧 所以這次呢 我就來整理出 3項超有感的娛樂更新 跟大家一起做個分享 我們開始吧 首先第一項 在以往使用 iPad Pro 遠端遙控 PS4 時 受限於系統限制 遠端遊玩時 總只能利用內建虛擬搖桿來玩遊戲 玩起來總是那麼的手忙腳亂 讓人耐不住火氣 不過呢 針對這部分 在iPadOS開放藍牙連線搖桿後 這問題就迎刃而解囉 當你遠端遙控 PS4 遊戲時 玩家就可以直接利用 PS4 搖桿遊玩 不需要單純依靠虛擬搖桿 當遊玩這種經典動作遊戲時 你會感受到更真實的電玩體驗 第二項 在前幾部影片提到的 Apple Arcade 也是這一次iPadOS更新的重點之一 比起在iPhone手機遊玩 如果遊玩的環境是在iPad Pro 那玩家的感覺更是爽快 多虧了iPad Pro螢幕的120Hz刷新率 讓你在遊玩動作或者是競速遊戲時 能讓玩家感受到更舒服的畫面流暢度 從現在開始 對於一個愛玩電玩遊戲的我 及各位玩家們 外出光階時不需要對著小小的手機螢幕 拿起你的iPad 你也可以很舒服的享受遊戲帶給你的快感喔 第三項 在這次的iPadOS更新中 對於影音更新的部分也是非常有感的 在這次的更新中 使用者可以利用檔案這個App 直接連接伺服器 這樣有什麼優點呢? 像我平常都會下載一些懷舊影片 以往想要在iPad裡面看時 都必須額外把影片丟入iPad裡 不但浪費時間又佔滿儲存空間 現在我可以直接利用系統 直接跟我的那是做連線 想要看什麼影片就看什麼影片 即快速又不佔空間 是不是很棒呢? 以上這三項簡短的更新介紹 對於我這種並不把iPad當成生產工具 而是很單純的把它當成娛樂遊戲機 這次的更新真的是加分許多 而且非常有感 而且這一次蘋果還超級佛心的 記不上你只要是iPad Air 2代以後 的機型 都支援這次的最新系統 所以啦 預算有限也沒有關係 就算買舊一點的機型也是OK的喔 以上就是我今天所要跟大家分享的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記得一定要訂閱分享加按讚 還有追蹤我的IG 我們下次見 掰掰